接下来就是母母牛 生肖牛的朋友 追上学习 一天来各位观众 来到龙年是前有贵人 后有横财 在十二生肖当中 财运最佳排行第一 听到什么 今年我们有福星 有玉堂星 代表幸运 比如说有抽奖运 有那种IG网红 分享的比赛 一圈就有了 而玉堂星 是要靠灵感的钱财 做生意方面的朋友 就这样子 没有很大的突破 但是轻松 好彩我们听他说 有陶龙 有天德星 在人际关系方面 会起一点的作用 有助提升生意的业绩 总之母母朋友 今年的财运 是有进步的运势 但是由于今年 是什么 破胎 所以破就是人际关系的破坏 所以做财运的朋友们 今天的生意收款的方面 要积极一点 否则很容易给人家拖延 那个欠款 不要讲伯母没有提醒你 点赞 分享 订阅 打开那个 叮咚 深伯母 地狂 新鲜 新鲜 我画五父 有人说 五父 说到老夫的朋友 所谓两只老骨 两只老骨 跑得快 一直打工跟王 一直做生意跟王 恭喜你 恭喜你 今年的四应一年 会议事件 运务的朋友 跑得最快 首先 大工的老夫朋友 他谈得好旺 做生意的老夫朋友 韩国旺 有一码性 一码代表要走多一点 人家就顽毛了 为什么要走多一点 要跑得快 要跑得快 在不同的地方 就有钱 说到钱就说到鸟子 鸟子方面 买屋和鸟子不同的市场 都做得选择 但是有两招性 吊克性 天狗性 在五宿的市场 要保持一点点 也要去到湖上 你也想要 要快要的 那些鸟子 要不要 你也是 那些鸟子 那些鸟子 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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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